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现在4G第二波的并购潮 亚太电信召开董事会 包括了鸿海国基 他还有顶星的台湾之星 以及软银创办人孙正义 所投资的创投公司都来抢亲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一大早就率领团队 来进行简报 他也表示蛮有信心的 最后到底花落谁家 亚太电信是预定5月底就能够揭晓 亚太电信召开董事会招亲 一大早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亲自领军 率领旗下国际团队进行简报 现在是要去提亲 人家要决定要不要你这个女婿 所以我们聘书在这里 聘金也在这里 也不能多说决定潜在人家 有信心吗 满满的 信心满满带着聘书聘金前往提亲 尽管董事会不开放拍摄 但前后长达半小时提报 美祖团队报告时间只有15分钟 郭台铭展现最大诚意 就等亚太做出决议 是一个光谷跟泛工光谷 占的比例不是大的一个公司 但毕竟是一个有光谷成分在那师母 而且主要的董均是成员 就做这个决定成员 大部分都有泛光谷的背景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更应该 它跟一般的上市的师母公司是不一样 国内六家四具业者在先第二波整病潮 在中华电信台湾大远传三强确立后 新京业者鸿海国基和鼎星的台湾之星 抢病亚太电信 更杀出软银集团抢亲 新称三龙抢猪 亚太电信预定五月底 花落谁家就能揭晓 林宋全副 看不到